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Tracy 今天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我平常常会带出街的清洁用品 因为平常带小朋友出街时有很多菌 所以我这两件物品我一定会更新的 它会是什么呢 首先这一枝 它是无水的冲手液 因为它不会搅拌 而且它不会有味道 所以用了之后就不会很干 小朋友也可以用 它还有大支妆可以補充 我觉得也挺方便 然后另一枝就是这枝 清洁噴毛 平常出街的时候特别是跟小朋友一起去洗手间 我一定会噴干净才用 另外如果可能搭车那些 我会噴一下玻璃 因为玻璃都很骚 然后可能你去酒店 或者平常去公共场所 桌面那些 我都会用这个来消毒 今天我还会教大家 如何可以自己在家里 都可以做到这两样洗手液 和清洁噴毛 做这个清洁噴毛 有另一个做法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买这枝多用途的清洁剂 这枝清洁剂 你可以加一点 然后加水 稀释了它 就已经在这个噴毛 如果没有这个清洁剂 可以怎么做呢 等我现在教你们 现在我们看看如何做这个噴毛 噴毛我们多数会用玻璃瓶 或者用铝瓶 这个瓶是30ml 我会用花水 今次这个是金柳梅花水 如果没有花水 其实用海盐也可以 可以用大约1茶匙的海盐 然后加蒸油 等它吸收了之后 转满蒸馏水就可以了 加了这个花水 然后我就会下蒸油 这个蒸油 加蒸油 然后就加蒸馏水 按摩適念 酒 然后加入蒸馏水 然后你会看到它还未有很多粒粒在这里 就是那些精油来的 然后把它混合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之后 之后加上这一部就可以 我们现在做这个无酒精的搓手液 因为里面没有酒精的成分 所以给孩子用也可以很放心 我们今次用的材料 有用到芦苇 芦苇再加花水 我今次用金柳梅花水 加进去之后也是透明的 我们就开始搅拌 让它没有花水和芦苇混合之后 我们就可以加精油了 我们今次用到芦苇草 芦苇草和茶树的精油 然后我们再 add 芦苇草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芦苇草 再用一个芦苇草 再攪拌 下蒸油後 再攪拌它就會變成 少許乳白色 是正常的 攪拌至 完全沒有 蒸油浮在面上 完全混合在一起 就完成了 攪拌好後 乳白色 這樣 它很香 其實茶樹和薰衣草混合都很香 出了之後 已經可以做到搓手液的功效 但它不乾 而且不會有酒精 所以不會拿到手 質感也很舒服 做好後 然後呢 我多數都會放在擠擠瓶裡 一般最好 一個月左右 所以每一次做細細枝就可以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如果大家還想做什麼DIY的話 就留言告訴我吧 好 那麼 大家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